大家好,大家猜我今天開什麼車 沒錯,都是紅白 紅的 緊張 對,現在又走熟悉的大帽山 我要先熟習一下它的波箱 因為它好像有點吃力 我想它偏向走高波 但我沒有放進去洞的1、2個 看看自動波鞋怎樣 都真的,那個波箱很溫柔 雖然駕駛得,你們聽到聲音 就是要堅硬踩它一腳 去了3,000吋,但它很快又跌了下去 這個環有點感受 很久沒有開自動波車 突然發覺已經可以了 前面有一輛,正在走8公里、10公里的車 但突然開得很輕鬆 但我又沒有順心走到頭 頭飾走 轉波很吃力 好了,今天第二次上大帽山了 這次呢,就厲害了 雖然不是有D波,而是有L2的低波 而現在的反應就比這次好多 現在的反應就比這次好多 就是這樣,突然間4,500轉 又留下2,500轉 但我還是有D波,而是2,500轉 要想一下 都想了一會兒,但決定都一定要去馬 既然租得到的士 當然要試一下接載乘客的體驗 試一下它的機器,開回它的radio 這句有介紹,我的JBL speaker 因為我不懂得用它的斜機 但是開車一定要聽歌 另外其他,就是它樂錶 印彈那些我都試完 那要確定自己適用 再加上這個按鈕,這個很有用 幫乘客開門和關門 這個又搞定了 下一步,打開器 那要確定整部車安全 那我準備去接乘客 但是這個時候偏偏下大雨 但不要緊的 只要有恆心,下雨也不要緊 照做 那可能大家都很關心了 賽果是怎樣呢? 那我用了Uber Taxi 第一支旗就已經做錯了 我以為去接乘客 怎知道按了已經載了乘客 所以只有零元 因為cancel回用的單 然後第一張單正式訂的單 就是由灣仔去一個中環學來活動 那這位呢,就是一位外籍人士 那大家看到了,我有五元貼士 是不是很厲害呢? 然後我發現,原來中環區 這個周末生意不錯 因為我很快已經有第二支旗了 那這次就過海了 那我跟Uber Taxi的地圖 他就叫我走舊水 不過我偏偏就走錯路 那這一刻呢,都沒有了 唯有跟各位先生說 喂,sorry啊 我可不可以跟你走西水過去啊 那他都很nice 都說沒有問題 去到就可以了 那接著我都開始上手了 多一點點信心 那全晚,總括來計呢 我是做了五支旗的 當中呢,其實有三位是外籍人士 那我不知道是否因為我設了一個APP 就是說會講英文 那所以可能有機會呢 有一點點好處都不出奇 那這個讓大家告訴我是否 那另外呢,走錯了兩次路 那都是跟那位乘客說 對不起啦,我是新手 多到包涵 那其實我發覺乘客都很nice 他們都說沒有所謂 其實每一條路都去到的 那樣 而那晚還收了兩次提示 那我都很開心 那今天呢 那今天呢 就走淪淪的 那就 上車都是有點吃力的 那因為始終這條路呢 就不像大山那麼多彎呢 就反而那個波箱 雖然他吃力得來 他就不太辛苦 他就不太辛苦 會突然間去到 你四千轉 就沒有這個狀況了 第二天 那其實就開始熟習了他 那像有些朋友那樣說 其實他的迫力呢 其實不是說沒有的 是不是很硬的那種 那而他那個感覺呢 就是有點像船 因為他飄一下 就是很軟的一件事 那就是 那就是 渣車又習慣了 就反而知道他的性格 有時候我覺得 那不如你那些彎 不如你就讓他飄一下飄一下 入到 那又入到的 其實渣車都挺好玩的 雖然他不是很快 但是他去到一定的速度 都挺好玩的 我覺得可以 好啦 最後要交車了 那一定要去打氣 但是因為我不是很敢去市區那些站 因為交間時間 我怕打氣就要排長路 那所以就決定 在我當時的位置 在錦田區 不如先入一次氣 那之後呢 去到市區 如果還能排位 就再打一次 那這些呢 就是那些的士大哥教我的 兩程車加起來 其實我最後呢 就是入了150多元 而total的路程呢 就大約250kg 那就是沒看錯大家 就是說我平均每公里呢 是六毫二指 而我是去一些 一般混合的氣站 因為我知道 專門是有些LPG的氣站 那個排價是再低一點 就是說可以再省有很多一點 那我真的心動了 其實如果是這樣 那我租一部的士來代步 其實是否值得駕駛汽油車呢 不知道大家又怎麼看呢